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 南投立委补选 国民党林明珍败选 引爆内讧 马英九前天点名林明珍 要自我检讨 让林明珍倍感委屈 不论选前选后 其实林明珍都说了 他够牺牲了 没枪没弹 对上有枪有弹的民进党 那林明珍的儿子 林如斌也抱不平 说他父亲七十多岁了 是国民党中央征召 才会托老命去出征 林明珍完全没想到自我检讨 他本身有什么问题 曾经骂过马英九 跟侯友谊骂得非常凶 加上选战过程 流露出傲慢的心态 党内南投在地势力 是不是没有在动 种下拜因 而当初坚持提名的朱立伦 也在推卸责任 党中央的检讨报告 就只指是林明珍跟侯友谊的问题 传出朱立伦打电话 要侯友谊站台被拒绝 非常的生气 明显想转移败选责任 只是一场立委补选失败 就引爆党内矛盾失和 现在难以担忧 林明珍败选模式 会成为2024的魔咒吗 传出国民党要启动立委提名机制 将纳入战利职的参考 民调并非唯一的考量 地方派系还有家族政治势力 会甩你吗 那总统候选人要不要战利职呢 朱立伦战利会输侯友谊吗 传出傅昆奇暗中力推郭朱沛 而侯友谊成为败选的头号战犯 想选总统人却自私自利 连党内同志都不愿意帮忙复选 那到时候谁愿意帮侯友谊呢 传出韩粉要拱韩国瑜 重出江湖干不可能 蓝营乱成一团 那绿营相对是稳扎稳打 赖清德打赢主席的第一战 如何翻转绿营的气势 另外军事议题最近不断被关注 马祖的举光岛缺肉问题 风向转变了吗 传出美军弹药要存放在台湾 马上有人带风向 说这个两岸情势会升温吗 美国高层如果来访 中国就准备动武吗 那蔡总统4月将要访美 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在加州会晤 让中国师出有名 共军恐怕会逼近12海里 等等的说法 所以台湾什么事都不要做 都看中共的脸色 是这样吗 那这样跟投降有什么两样呢 最新局势发展 今天节目中都有声音乐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立委 张瑞雄 大家好 关键朋友大家好 好 再是桃园市议员 于北辰将军 大家好 大家好 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仲将好 大家好 还有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元芝 仲将好 大家好 资认美田陈敏凤 大家好 也是资认美田王瑞德 仲将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关心 南投的立委 补选国民党败选 那其实在民主社会当中 选举不论你是胜选或败选 稀松平常 重点是在于你选后的态度 全民都会看 那现在就是看到国民党 这个林明珍败选之后 似乎引爆蓝营内部的矛盾 那从这个林明珍本人 到党中央朱立伦 似乎没有人负责 没有人检讨 责任通通推给别人 都是别人错 来 我们来看 包括这个林明珍他本人就说了 他说为国民党再战 已经够牺牲了 马英九你不知情还点名检讨 他感到委屈伤心 因为这个马英九他就说了 党中央林明珍本人 都要深入检讨 那林入兵也出来帮爸爸抱不平 说父亲七十多岁了 原本就规划县长 这个现任之后就退休 是因为党中央出面征兆 才会托老命出征 来 先讲瑞哥 怎么看现在全民都要看 国民党怎么样面对败选 结果败选之后 竟然是全党都在退卸责任 研讨别人很容易 自我反省很困难 这就是国民党的最佳写照 那么马英九自以为自己 还是中国国民党的太上皇吗 那么太上主席吗 子三倒是骂人家一大堆 我请问你一件事 如果你马英九 有这样的一个浩健之名 那在选举过程当中 请问马英九去了几世 南投帮林明珍吗 你去了几世 我想坦白的吗 如果你认为你自己 那么有影响力的话呢 你不是也要去 帮忙那个林明珍吗 帮他扫接拜票 然后帮他这个等于说 沿路这个财市场拉票 你有这样做吗 你没有这样做吗 你出一支水真厉害吗 很简单嘛 633做不到捐一半薪水 十年了 你捐了多少出来吗 那马英九呢 请问一下 马英九在这个2016年呢 那么因为马英九 当了八年的总统的关系 所以兵败庐山岛 中国国民党一决不振 马英九他出来负什么责任了吗 他出来检讨什么了吗 所以呢事实上 说别人一张嘴 说别人很容易 那么说自己很困难 好 那选前呢 在重中之重 南中之难的 这个南投立委补选 所以呢 有一句话叫交兵必败 这个就是中国国民党 现在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从去年的九合一大选大胜 然后嘉义市长严选右胜 然后台北市中央区立委右胜 胜胜胜胜胜到的那个 国民党的这些政治要员呢 那还有包括这些支持者呢 都误以为都是进入了一个集体CSD的政后群 什么呢 都误以为好像明年的总统大选跟立法委员选举 他们赢定了不是这个氛围吗 对 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氛围嘛 请问你如果真的台湾的老百姓 像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仁讲的那样 然后呢如果民进党真的是 这个隧道无以复加 什么全国最大党教训民进党的话 为什么会在南中之南的这个南投呢 为什么你们最后的结果是国民党败北 1925票不要小看这1925票 这1925票是沉重的用重型鱼雷 击垮了中国国民党的相关的最重要的堡垒 那孰令自知现在都说是产品不好 都说是林明珍 请问一下是林明珍自己要出来选的吗 当然林明珍有他必须检讨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就是邻家添家 要让他的儿子嘛 那你儿子的这个民调不加 所以林明珍的儿子也不用讲太多了 讲白了 就是你如果自己你这个当儿子的民调够高的话 你脑子也不用出来嘛 好那林明珍也不是想出来的 我相信了 我相信当这八个月的那个普选立委啊 也不是林明珍想要 他真正想要应该是 站在父亲的立场上栽培自己的儿子 当立委两届以后 看有没有机会接续许舒华当县长 这个我想应该在政治世家里面 是这样想的嘛 是谁叫林明珍出来的 党中央叫他出来的 所以最应该负责任的是谁 党中央啊 如果呢 中国国民党在怪说 你看这个民进党都又动用了 那么所谓的国家机器在浮选 所有的人在浮选 那你国民党为什么不动用 你自己的机器下去浮选 中国国民党有吗 朱立伦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要团结一致 因为你们不团结啊 你们自私自利自大自我 最自大自我跟最自私的那个人 就是选前之业不来的那个人啊 不是吗 新北市长侯友宜就不来啊 为什么 纵由千百般的理由跟借口 你也得来一趟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在一万公里之外的海外啦 还用这个录影带的方式 你有呢 你从开车 从新北开车过来到南头 来帮他住选 也不过三个小时吧 三个小时你都不愿意不是吗 今天侯友宜之所被骂的原因是这样嘛 有人后见之明说 侯友宜就算来了 可能也不会影响到2000票啊 他问题是这样子啊 请问你如果侯友宜不是只为了怕人家骂 所以228假期 2126号 一输一输来 还迟到了25分钟 一输一输来帮他这个 人家说扫街站 人家 为什么侯友宜这样做 因为避免人家说他都没来辅选 林明珍赢了 我有功劳 林明珍输了 不算我的份 他侯友宜的心态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告诉各位 侯友宜正有一定被骂对不对 那个后座力啊 那个影响力道 大到他们自己本身的阵营 没有想到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本来大家都以为 输了应该都把朱立伦直接把这个责任的压力 全部给苏立伦 让苏立伦 让苏立伦寄居 对不对 就没想到是侯友宜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你侯友宜每次都采取这种方式 中间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好了 侯友宜不是说他的行程满党 市政行程满党 结果呢 侯友宜说开记者会的时候 不是有伤痕吗 说是什么 说是去视察篮球场的时候呢 跟高中生一对一斗牛不小心弄到的 撞到的 你有时间跟高中生斗牛 没有时间去帮自己的党籍立委 选拳之夜站台 不是这样吗 侯友宜不是说 市政行程满党吗 他去参加什么 他去参加这个相关的 明代的父亲的告别式 我觉得参加告别式合情合理 但我的意思是 你有时间参加明代父亲的告别式 却没有时间去帮自己的同党同志 在立法院稳住一席 这就是侯友宜不是吗 紧接而来 请问一下 侯友宜在那天当天做什么 出任务中 他的深坑轻轨 对不对 深坑轻轨不是在白天拍的吗 不管姑且不论 是在当天还是前一天拍的 不管 你不是白天拍的吗 白天拍完了以后 你车子不可以 开三个小时的车到南投去 上台十分钟就好了吗 这是团结 这是一种气势 这是一种 那个相争态度 那种高度 侯友宜不都是这样吗 所以呢 你看春久不去 尾牙不去 船败不去 那么所有的 几乎当年四年前 韩国瑜来到三重水样公园 造势 邀请你用总统候选人的资格 邀请你啊 你也不去 然后呢 他的太太李嘉芬来帮你 新北市八名国民党提名的立法委员 造势 你也拒绝见面 最近的距离在三重只有700公尺 侯友宜四项公投 也是在那边岁月静好 你继续岁月静好 我现在讲的是 为什么深南的族群 这几天会那么生气 不是绿营的哦 绿营的可不是 批判侯友宜的动作 可不是绿营发动的 是你们自己国民党的深南族群啊 那因为很简单 每个人如果都眼中心里 都只想到自己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铁桶般的堡垒 就被人家给攻破 是的确 现在因为一场立委补选啊 那国民党败选之后呢 竟然是呈现出一片 交相指责的一种场景 包括马英九这个没事 都已经退休的人了 也出来指责党中央跟林明珍 说要这个自我检讨 当然林明珍就觉得很委屈啊 当初是你这个党中央 是要来这个征召我嘛 所以他觉得很委屈啊 那党中央的责任呢 朱立伦竟然很快的 就拟出了三大检讨方向 包含林明珍本身的争议啊 还有你们林家地方的恩怨 影响到整合啊 所以呢我们看到 这个国民党的服选要求说 南投立委败选 怎么可以怪党中央呢 这个提名策略有误呢 所以一切都是林明珍的问题 于将军 现在的氛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 那到底谁要 这个负责呢都不用吗 现在呢 燃影是怎么样乱成一团 到底他们是在盘算些什么 只是因为担心可能自己的 未来的政治之路会受到影响吗 如果国民党的败选 林明珍这个 他只是一个地方立委的补选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 如果今天败选 是每个人都认为是我的错 那叫做抢 抢错误 我的错 我要检讨 我的错 我要检讨 我的错都怪我 看民进党败选的时候 郑文燦怎么讲 我的错 由我来扛 国民党的郑文燦在哪里 没有 没有耶 没有耶 国民党没有郑文燦这种人物耶 国民党都是你的错 你选不好 是林明珍不好 你选不好 是你的形象太差 是你的政策太老 是你的梗太老 他都骂林明珍 骂得林明珍没有办法 他的儿子就说 拜托 我爸爸这么老了 是为了帮国民党 hold住这一席老将出征 这么辛苦 你们还怪我们 有没有良心 林明珍自己都讲了 我为国民党牺牲已经太多了 不知道为什么马总统要这样讲我 我委屈 我觉得有道理 是谁叫他选的 是林明珍说点我点我 也许有了 他没有说而已 那你国民党就讲 我提名错误 这党中央当然负全责 怎么会有这种所谓的 知情人士 辅选人士 辅选要脚出来讲说 选数怎么怪党中央提名不好 本来就是 提名出了问题 你一定要扛全责 对 我就讲以桃源来讲 朱立伦不是坚持 对 你叫提林明珍 而且后来发现林明珍 这个选情有变化的时候 他不是说 就是说叫林明珍说 2024绝不选 那个据说 也是朱立伦立足的吗 叫他不选 叫他儿子也不要选 后来加码说挺油耗 说交棒也油耗 这不都是党中央的策略吗 现在选出的都说跟我无关 撇了一干二净 对 我觉得 这我讲嘛 我们一个无党的 来看两个党的反省 民进党的反省 是大家在抢责任扛 在抢责任扛 包含专委员 那时候台北市败选 他还说 大家都有责任 我没什么好讲 国民党怎么没有这种状况 我没有看到谁说我是罪人 都是你是坏蛋 你是破坏兵 都是你的错 国民党就是这样子 这就叫做党的传统 那我好奇 因为马英九会出来点名林明珍 就让我想起 林明珍好像在去年6月的时候 有痛骂马英九 当初是不是 骂侯友谊 他也骂侯友谊过 这就是国民党DNA 永远都是别人不对 永远都是别人不好 真的我不骗你 这是国民党DNA 你只要是辅选失利 我告诉你 你就被骂成 无能 投机 不用心 不团结 就这样子 国民党就是这样一直骂 所以林明珍当然不爽啊 那可是这个事情会影响到谁 我告诉大家 这个事情 我个人觉得 侯友谊受伤最重 侯友谊受伤最重 侯友谊在这场 可是朱立伦为什么闪过了 不是 朱立伦不是闪过 他党主席 朱立伦不是闪过 因为他的民调已经这样了 罢他没用了 罢他没用 对对对 大家不指望他就对了 他已经啪啪雄啪那边 你在骂他干什么 在骂还是在那里啊 他又不会辞职 现在国民党的主席辞职 谁要干 也没办法辞了 也没有人会干 没人会接 因为剩下 到2024时间不多了 你现在 把他骂下台了 朱立伦我不干了 当然朱立伦不会不干 他一定会干的 往好处讲 他是千金万弹 一肩扛 假然难听讲 他干嘛要下台 都扛这么久 为什么要下台 没有人会当 所以骂朱立伦没有意义 那可是何友谊 却在关键的时候 犯了关键的错误 有这么一说 说这不是我讲的 是国民党的某议员说的 他早在选前三个礼拜 他们的民调看出来 就知道黎明珍输了 他说选前三个礼拜 国民党就知道黎明珍输了 所以才会叫 所有的直辖市的市长 都要下去帮他辅选 然后要请全党之力 去救黎明珍 但是他们就讲说 其实国民党知道 黎明珍已经输了 这样喔 对已经会输了 但是没有想到会输 超过1500票以上 大概就是小输啦 对 那不管小输还是输 那国民党为什么 还老神在在 为什么这个民调 在选前有谁看过 说黎明珍输的民调 没有 都是蔡培会输 都是蔡培会输 对 可是现在开始有很多 蓝营的政治人物就出来讲 没有啦 我们早就知道不妙了 我早就说不妙 我早就说大事不妙了 我怎么都没听过 他们现在就开始撇清啦 撇清责任 我是先知 我早就知道 你们搞不清楚啦 我早就知道 知道怎么不说 知道怎么不作为 知道怎么不补救 就是这样子啊 为什么 就是说 没有 其实我早就知道要输 那朱立伦为什么没有做 很大幅度的改变 然后甚至放出说 侯友宜朱立伦有亲自找人跟他联系 然后侯友宜讲出了七个字嘛 我有事情不能去 这这不都传出来 这是谁放出来的话 虞翔又补充一下 因为现在他们的这个蓝营的内部 就是说消息说去年12月底 他们的智库民调说 黎明珍是42.2% 然后胜过蔡博会27.5% 差距14%非常大 那国民党呢 所以不想投入资源打选战 但是到今年2月做民调的时候 惊觉苗头不对啊 黎明珍掉到29.2% 蔡博会已经小成了28.7了 但为时意外 这都是他们讲的 叫做场面话 这样的场面话 他们现在下面就在传嘛 说其实早就知道黎明珍输了 所以说才会这么努力去辅选 然后朱立伦也通知了侯友宜 说你一定要到 你不到的话 可能就差这把利器 那朱立伦其实心中的盘看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不去 你就不要来 你就不去 为什么不去 你知道你会惨了 那侯友宜就中计了 侯友宜就真的就中计 就真的没去 就真的没去 对那侯友宜也是自作孽 讲句实话 你去了不就没事了 你如果去了 就算黎明珍输了 也牵托不到你嘛 就所有的子弹 就往朱立伦身上丢嘛 因为你是主席啊 你一定扛全责 可是在选前呢 竟然党内算计成这个样子哦 因为我就讲 如果国民党 真如蓝营的这位立委议员讲的 说早就算到黎明珍会输了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精准的算计啊 就是既然知道会输了 那就看到最后战犯是谁 我们都去了 绝对当不了战犯 我们都到南投那些 深思历劫 又骂权动法 又骂蔡英文 又骂赖清德都骂了 那我们都尽力了 那你没有去的人 是就变成战犯 所以我觉得如果 真的如这些国民党的 地方的议员所讲的 他们早就判断黎明珍会输 那这就可怕了 这挖个洞给你跳 侯友宜奔到跳下去 还跳得特别深 然后还po出那个 那个3月2号的 那个照片说你去四岛 四岛安坑轻轨 这完全中计啊 对 所以为什么这么讲 侯友宜这一跤摔得不轻 因为未来大家唤起了 侯友宜那个 人家甚至讲嘛 今天不帮同志 明天不帮党 以后就不帮国家 对 这多严重 所以说朱立伦 是不是一步一步的 以退为进 反而慢慢的 揪起了国民党那种说 我至少是比较适合 所以国民党2024的候选人 本来我也认为了 大家就侯友宜了 定于一尊了 现在因为林明正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变化了 侯友宜这一只母鸡 虽然是最强的母鸡 可是这只母鸡是不会孵蛋的 你知道吗 母鸡不会孵蛋就叫肉鸡 你知道吗 肉鸡是给人家打的 那怎么会叫肉鸡出来呢 你这母鸡很强不孵蛋啊 林明正是不是小鸡 你侯友宜是母鸡 要不去孵蛋 他不去孵 最强母鸡不孵蛋 那要这只母鸡干什么 变肉鸡啊 既然变肉鸡 我就找一只会孵蛋的母鸡啊 不一定要最强啊 要对的母鸡 大家现在想到朱立伦的话了吧 不是最强的母鸡会孵蛋 要对的母鸡才会孵蛋 那朱立伦说我都去了 我也拼了 我也努力了 对不对 你看到我的拼命了吧 那有些人没有拼命 而且我打电话去 亲自跟他联系 他也不去 那这就表示 已经充分的 在选前知道了 林明正会败选的资讯 那这个所谓的战犯 已经抛出了这个方式 你还往里面跳 所以真的是两个人之间 政治的水深跟水浅 对 一测就 的确啊 只是一场立委补选而已 竟然是引爆他们来内部 如此这么的 互相的在算计 那甚至说 选前就已经知道 林明正有可能会半选 这只要微玩 这真的还是假的 你们当初评估 那个时候蔡白会就觉得 已经是瘟痒了吗 真的有这样的讯息吗 我说选前的三个礼拜 就主持人 你问过我两次 第三个礼拜的时候 我说看起来 如果纯民调来看的话 是PK 那选前第二个礼拜 你在问我的时候 我跟你说 民调虽然不能讲了 但是我看就赢3%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看到了 赢3% 蔡白会被赢3% 蔡白会被赢3% 我就在主持人问世里 在问我 我都这样讲啊 那我当初的讲法是说 林明正如果赢10几% 那变到现在 选前上一个礼拜 那蔡白会赢了3% 那国民党这个叫什么 崩盘 我当初讲崩盘两个字 可是这就是很奇怪 国民党这个 像这样的一个选举 选输了以后 其实输了就是选举 不是赢就是输 输了就是大家就比较诚恳的 也不是跟谁道歉 就是说对我们的支持者 就不好意思 关门检讨嘛 哪边有不足的地方改进 但国民党从来都不是如此 你注意把它看 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选前国民党打了议题 刚开始选前的 前两三天打了是什么 权动法 铺天盖地的在批评说 这个权动法就是在讲 权制言论自由 干涉媒体 然后把孩子上战场 那甚至他们在整个地方的一个 选举的一个主轴诉求 连布条 你偷民进党 孩子又上战场 这个其实都是国民党的定调嘛 那补选一定是党对党 候选人他努力去做一个拼战 像比如说我到篮头去了 我带的是青年军 我去哪里 我都还没有资格来跟候选人 候选人太忙了 怎么我去 我是要去帮他忙了 什么我去的时候 反而候选人在陪我 我去带着青年军 我们是去扫夜市 扒船单 我们是去拜托 这样子 我在竹山 我们在其他乡镇如此 其他的立法委 其他的同志 我们是分进合集 是一个多月 会这样的如土石榴般的下滑 就反转 为什么反转 就林明珍自爆 他一半的败 被大大的迟疑 自知不理 豪宅自知不理 出国这么多次 自知不理 去中国这么多次 自知不理 再加上大家讲的 他的形象是什么 老头子 站位子 故儿子